高雄捷運的車廂曾經在2012年被人噴漆 當時引發了軒然大波 但是遲遲找不到犯人 最近有一名塗鴉怪客 自己主動把影片發表在網路上 結果被台灣的網友給發現 而且影片當中還意外揭露了 這一名噴漆怪客 原來下手的地點還包括了台北捷運 以及日本的各大城市 行徑可以說是相當的囂張 但是在上個月底 另外有一名噴漆怪客 已經在澳洲落網 深夜時刻天色昏暗 看到已經不在客的捷運車輛 要開進北投機場 兩名全身包緊緊的黑衣人 四季而動 鑽過圍梨拿出噴漆 對著車廂就是一陣猛噴 黃色噴完換成紅色噴的 不亦樂乎 他們兩個是知名塗鴉怪客 上個月21號在網站上 公布這段影片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 民國101年的2月24號 那個時候台北捷運公司 已經立刻向警方報案 同時我們也修補了 遭到破壞的威力 北投機場服務員廣大 而且非常偏僻 就連白天都沒有什麼人 何況是他們犯案的夜晚 在2012年事件發生 11個小時巡邏一次 但經過塗鴉風波 現在已經增加巡邏頻率 還裝設監視器 在報案之後的相關法律事項 我會再向法務人員研究 這樣的街頭塗鴉有人說是藝術 也有人說是破壞公物 其實這噴漆二人組 是情侶黨 喜歡在世界各地 牆面或車廂隨意噴漆 日本 澳洲 土耳其 都有他們的身影 台灣不只北捷遭殃 其實高雄捷運也被噴過 當時還引起軒然大波 他們還會自己把噴漆過程 拍成影片剪輯上傳 兩人經營的社群網站 有大批追蹤粉絲 甚至把塗鴉成果和心得集結成輸 不過情侶黨之一的 Hopper五月底在澳洲 墨爾本噴漆時被逮捕 面臨六個月刑責 只能說要當噴漆怪客 就可能逃不過法律制裁 語言TV 葉偉成綜合報導 說明 Perfec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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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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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